首次上稿3点31分更新时间5点45分 记者为景云桃园报道 位于桃园湿炉竹区的系卡有限公司 今深夜2点9分传出火警 二楼员工宿舍全面燃烧 现场已有5人从火场逃出 人有多人受困 截止凌晨4点48分消防队 共派出42车99人 现场无危险物品 一、二楼全面燃烧 燃烧隔热尺及PET塑胶膜 面积约1000平方公尺 就在人员抢救中 厂长道场表示 该栋建筑驻11名越南籍 依工5人掏出 还有封信、称信、培信、量名软信及黄信等6人失联 不确定是否受困 员工透露 目前全面燃烧的建筑 一楼位仓库 二楼有一间隔间 作为员工宿舍 约住10人 都是外籍移工 截止4点为止 已有5名越南籍男子 逃出 两人送往长庚 两人送往处立桃园医院 一人送至敏胜医院 送医名单 30岁 朱南自二楼跳下 右脚脚踝扭伤及有脸灼伤 26岁 软男手脚 脸部均有烧烫伤 两人送往长庚医院 23岁 软男双手掌及脚部烧烫伤 34岁 软男手脚 均有烧烫伤 两人送往卫生福利布桃园医院 30岁 拍男呛伤 送往名胜医院 据了解 发生大火的西卡有限公司 创立于1998年 主要从事汽车割热纸 安全防暴膜 LCD静电贴 抗刮膜及各式徒步相关产品 的生产制造